香港加密貨幣交易平台JPEX 2020年成立後 就在香港找多位名人代言 砸錢刊登廣告 在各國間吸引投資 吸金總額超過新台幣163億元 而台灣的代言人 則是藝人陳琳九 他也在JPEX吸金詐騙案爆發後 以涉嫌銀行法被告身份遭到傳喚 但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 陳琳九透過唱片公司 接下代言活動 約定的報酬1000萬元 不僅沒有收到 他自己也投資買幣虧損了700萬 另外也沒有證據顯示 陳琳九和祖賢有犯益聯絡 因此在今天 將陳琳九等9人不起訴處分 他也透過唱片公司表示 如同先前所言 沒有做不法行為 今天獲得不起訴 本案也終於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對他的關心與支持 而JPEX的台灣首席 合伙人張東穎 講師還有登記負責人 則被依銀行法等罪嫌起訴